大家好 我是魏惟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短片 跟我一起來玩薩爾達傳說中文版 曠野之息 昨天我們在哈通諾村這邊 碰到這個容器傷者 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石雕 那 我們在哈通諾村還有一些任務可以解 那我們就繼續去解這些任務 我們就在這個村莊 這邊走著 那這邊大部分的人 我們都已經跟他交談過了 我們還偷聽過這個村莊的人的聊天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要往這個研究室這邊走 好 那今天我們要解一個任務在 大概在這附近 大概在 這樣我們在這邊喔 這邊有養著很多牛啊羊啊的地方 這邊會有一個人喔 在哪邊大概在 你看喔在這裡 在實驗室這邊喔 有個地方有個路標 往這邊走就是海灘 那往這邊走就是哈特諾牧場 然後你就到這個哈特諾牧場這邊 就很靠實驗室了 三下這邊 就看到一個女生 這是一個牧場 然後他說什麼呢 翻譯的翻譯的超好 可惡的偷羊賊 是什麼任務呢 就是喔他這個 有怪物喔 把他們的這個羊偷走了 然後在哈特諾海灘 所以我們就去找哈特諾海灘在哪邊 把那些怪都打死就對了 我們要打倒所有的怪物 哈特諾海灘喔在哪裡呢 就在這裡 所以我來放一個地標在這邊 好這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來往這個藍色的地方走 來講一下話 要睡了好之後再跟你講 好啊我就往藍色的地方走喔 海灘這邊走下去 那我就不繞路耶我直接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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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所以我就直接到海灘這邊喔 這邊說有怪啊 我看就是你們吧 打怪之前我先換一下衣服 換這個作戰衣服 那我就要指導怪獸大本營了 這樣我們就殺死第一隻怪獸 那我就說 武器已滿喔 我有什麼武器 嗯 耳道還不錯耶 那我就 先捷你的獅子就好了 我打算先把這隻殺掉 他就不會一直在吹這個笛子 吹那個警告聲 就選這個36 又選這個也可以 很喜歡用我的炸彈 這樣我很喜歡用我的炸彈 你剛看到沒有一個怪啊 他被淹死了 他要來殺我 可是他 被淹死了真可憐喔 好 跟你玩 沒有 好醬 我又殺死一隻 然後中間我被他砍了不少刀 我先補一下我的血 那我們就繼續作戰囉 應該就是把他們全部都打死就結束了 有 他們都會堵炸彈 好厲害喔 你頭盤不開你的 好醬,我又解決了一隻 好 看我是武器還沒有要壞 好,那我去打下去 好醬,我就把這邊的怪都殺死了 然後我還可以拿這邊的肉 可以拿這個 這邊有好多水果,我會拿一下 可是上面不曉得什麼東西,我也去看一下 呃,沒有東西 這上面只有一些水桶而已,炸掉 好,應該是有掉一些東西下來 好,沒什麼只有蘋果而已 上去看還有什麼東西有掉出來的 呃,好,都沒有東西 那上面是有什麼呢 好,什麼都沒有,我幫大家看過了 那我們就去回覆 嗯 找我們的人說 欸,你們的這個羊在這裡啊 請幫你們都 已經幫你們打垮那些敵人了 那,呃,要上去這個哈特諾村啊 有幾個方法,你就可以 好,沒問題 換你 不可以 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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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直接爬上去 你也可以用走路的 你可以把自己傳送上去 那我就打算用走這個 我就打算用走路走上去 剛才我是用飛的飛下來的 那現在下雨 這邊有一條路 你看到嗎 我就走路可以走到哈特諾村那邊 這邊還有一些礦石想要把它炸掉來去賣錢 上面好像沒什麼礦石了 這樣我們就走回原來的路 然後就一路走回哈特諾村 那這個路我們之前走過 其實就是繞這個山路 繞上去 那我就來快轉一下 這樣我們就又回到哈特諾村 也就回到這個地方 這個路標這邊 這邊是海灘 然後這邊是研究所 那我們就在這個附近 應該有一個牧場喔 在 不在這 在下面 這邊 山上的牧場 這樣子 這邊有路標 這邊是研究所 這邊是牧場 什麼都要牧場 這邊 告訴他們完成任務了 他給我們一個鮮奶 因為他是牧場 還可以跟你多說說話嗎 好 那他就有這句話跟我們講 那我們就先玩到這邊 我們今天解這個小任務喔 然後把這些怪都打死了 偷羊賊喔 這樣子 那明天我們再繼續玩這個遊戲 我們明天要在哈特諾村這邊 買一下我們自己的房子 我們明天見